Hi 大家好 很久沒見了 很久沒做一些對鏡講的分享 其實我自己都很掛念大家 但因為這幾個月我們工作太忙了 很多有不同的活動和月餐 而且我們最近很努力拍一些IG的英文reel 然後我們又出了訪 所以我們一些旅行內容是有的 但對鏡講這些就真的很久沒拍了 所以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一些好物 首先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女士們最喜歡的 也是我最近最喜歡的港手袋 這個手袋是我最近在London買的 它是不難買的但我很喜歡的 Crada的mini背囊 它是一個cross body bag 可以斜背的 很滴色 前面有一個扣 我知道有些人覺得每次開袋很麻煩 但它也是有一顆扣扣 就可以扣回這裡 這個袋為什麼我這麼喜歡它呢 因為我個子不高 所以我不可以經常握很大的袋 除了工作之外 我外出是喜歡握小一點的袋 它的格數非常簡單 前面一格小小格 這裡一個大格 找東西都很方便 而且它的物料就是Prada現在很流行的 Nylon物料 這是什麼? 這是你最喜歡的嗎? Popsicle 這個呢? Ice cream 好吃嗎? 好吃嗎? Ola Ola 你先吃一口 你先出去 爸爸跟你出去 一吃一口就說了 所以這個袋呢 我就極度喜歡了 說回這個袋買的過程 我就是在London的Selfridges買的 這個袋呢 其實它標價是1680磅 大概1700磅 但是如果你在London的Selfridges買東西 有很多朋友跟我說原來他們知道 但我不知道大家知道嗎 如果你買東西的話 因為現在倫敦是不能退VAT的 但是如果你在Selfridges買 你跟他說我要寄回香港 那它是可以幫你有個shipping service shipping service就是25磅 你買一件物品又是25磅 你買一百件物品又是25磅 那你就去那裡買你想買的東西 然後拿上去其中一個counter 它就幫你全部寄回香港 而且可以退16%稅 所以這個袋是便宜過在香港買的 絕對是 那如果大家在英國走開街 去開Selfridges的話 大家不妨可以考慮一下這個購物模式 另一個好物呢 就是一對我最近很喜歡的鞋 那最近呢 Charles & Keith說可以讓我去選幾款的袋 和幾款鞋 那我選了其中一款 Denim Mary Jane的鞋 那有很多人都覺得 好奇怪啊 這雙鞋 但如果你看 這一期很多不同品牌 很多不同品牌 都在推出這一款的款式 那為什麼我這麼喜歡它呢 它就是用了Denim 撞了七皮 而且它很舒服 那我覺得Charles & Keith這一雙 所以它呢 性價比很高 因為它幾百元 但是呢 它穿下去呢 我覺得不舒遲過 一些大牌子的舒適度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 就是我最近Favorite Shoe了 下一件好物分享呢 就是這一部 You like的家居脫毛機 其實呢 我也想試家居脫毛的機 很久的了 但我發現我自己呢 就不可以長時間 很定期的去到美容院 因為如果你做過脫毛療程 你會知道 其實你是要定期很乖 三至四個星期去一次的 那通常呢 我自己呢 要不就忘記了預約 要不就過了期才 就是突然升起 哎呀 哇原來兩個月沒有做過了 那所以呢 當你是不可以定期去做這件事的時候呢 你就很難去完全清洗 你想清的那個部位的毛 那所以呢 我經常都想 如果有一部家居脫毛機 是很有效的 那我就會覺得很開心 因為我可以在家裡的時候 就處理到 節省很多時間 這一部呢 我自己用了大概六個星期之後呢 覺得是那些毛是幼了的 那我做了我的腳 手 那然後呢 然後呢 我就會做我自己的頸這裡 因為呢 我頸這裡呢 很多時候設頭 會設起頭 然後我這裡有很多 baby hair 雜毛呢 我就覺得 不是很乾淨的 看上去的感覺 所以我一直都想把這個位呢 脫了去乾淨一點的 其實呢 我之前在網上呢 都有留意到它的 因為 它部機呢 你一看下去呢 是很帥仔的 即是很slim 和我手掌那麼大 那麼 變相呢 無論你traveling 或者放在家裡也好 都不會有很多位 這部機你不要看它 其實這麼輕巧 其實呢 它是毛痛 而且它的效果呢 是給你 美容院的IPL機 所以你是把那件事 可以帶回家自己做的 其實它來的時候 一個很輕巧的口 而且裡面呢 有 機啦 火牛啦 墨鏡啦 劈仔 跟著有一個travel bag 放在它這個travel bag 所以你可以呢 出旅程呢 都把它帶走 那我示範一下 那首先你著了這部機 它是有三個主要的模式 然後呢 它這個頭呢 你著了的時候呢 它就會有少少霧起 你現在看呢 它有少少霧了 那當你這樣打下去的時候呢 它就是會凍的 那你就感覺不到痛錯了 第一個這個模式 那它就是做一些 比較柔軟一點的毛的 例如手指毛啊 唇毛啊 第二個這個模式呢 我們是用來做body hair的 body hair呢 就是我們手臂啊 underarm啊 我們的腳毛啊 就可以用第二個模式 第三個模式 就是最強的模式 就可以做 譬如像我這樣 這裡的頭髮 髮根這些位置 怎樣用呢 很簡單 先把你要脫那個部位的毛 就剃了去 你看到現在是第一個模式 剛才呢 只是閃了一下 這個呢 就叫做sport method sport method 就是它是局部那一點的 如果我是要整隻手做 那我是不是要慢的按呢 就不是的 按多一次 然後你看到這個燈 很多顆粒這裡了 它就是一個叫 continuous method 那你就不用長按了 你按一下之後呢 它就會保持著著燈 你也可以跟回幾個模式 去做這個 continuous 它就很快手 就已經是可以幾下 就已經是覆蓋了 來手我前臂這個範圍了 其實它的 instruction 就說呢 十二分鐘 如果你用 continuous mode 就已經是可以全身脫毛的 每次它接觸到藍寶石頭這裡 它就會著燈 然後它就會幫你脫毛的了 那基本上呢 我自己用手這個位置呢 其實我大概是三個禮拜左右 我就覺得它已經是出得慢了很多 然後呢 我是每個禮拜用三次 一洗完澡的時候 那我就會清潔 剃了之前生出來的毛 然後就拿這部機 狂一 Minuten 然後拿幾分鐘就完成了 Ulight這部機 它除了在亞洲地區 包括泰國 或韓國 那是最上映之外 去之後 它更加強烈的話 連歐美地區 包括美國 或加拿大 也有很多人 都推薦過這部機 那所以 我自己用的時候 都很放心 它是拿走很多全球性的認證 包括SGS的認證 所以它絕對是安全和物料是安全的 用的過程我是感覺不到有痛楚 那如果你是真的好怕痛 那其實你可以自己做之前 我覺得你可以先敷一敷一點冰 再加上這個冰頭 其實就已經是很OK的了 就不會覺得痛了 我覺得是一步非常好的投資 因為它的價錢也不是很昂貴 2999元 無論你是做過美容院的脫毛療程 或者是在做一些美容院的脫毛療程 其實家裡有多一部IPL機 都是一件好事來的 因為首先你不是每個部位 可能會去美容院做 另外真的省很多的時間 好像一些尷尬的部位 我多年來都沒有下定決心去做 就是因為我自己有點害羞 那現在有這部YouLike的機在家裏做 我就可以在家自己舒服的情況下 很徹底地脫掉身體上的毛 如果大家是有興趣試這部 YouLike Air 3的藍寶石脫毛機 大家就可以把握時間 用這個Promo Code 因為這個Promo Code除了有優惠之外 所以它還有很多贈品 在夏天真的來臨之前 快點就可以真的試一下 好了 另一件我最近的新的玩具 這個也是一部家居 一個美容院 就是這一部 Dyson Air Straight Yeah 其實我看到很多網上分享 其實我一直都很想試 我覺得它的設計 無論設計的物料 以及效果 都是相當不錯的 我現在也示範一下給大家看 現在我的頭是乾的 我這邊乾的頭 我就弄濕這邊的頭 給大家看看 Air Straight的原理就是 它可以吹乾和吹直的頭 但是不會使用石碑的板 傷害到的頭髮 看它的LED屏 按一下按鈕 它穿了之後 就有幾個模式 你可以調校度數 我通常用140度 或者你可以冷吹都可以 然後有乾濕模式 你可以濕頭髮這樣吹 乾頭髮這樣吹 我先吹乾的這邊 乾我覺得可以用120度 可以做到的 它就是把你的頭髮再順一點 好像我這些髮尾的位置 不是太貼 不是太滑 就可以幫你夾滑一點 這邊呢 看到了 是貼了 和滑了很多 尾巴 好 我們現在試試濕的這邊 濕的呢 我用濕的模式 不可以說太大汁 因為如果你太大汁的話 它也未必可以覆蓋到 和夾得實 我覺得效果都相當不錯 大家看到了 其實都吹得很順滑 因為我的頭髮呢 其實都是尾尾比較乾 特別我現在染了這麼淺的顏色 這個Dyson S-Trade有另一個用法 你可以鎖住它 這樣 它就不會彈開的 當它是一個瘋狂的 這部機器我覺得有一兩個弱點的 就是如果你用一個傳統的直板 去夾頭髮 你會做到多些styling的東西 例如直板有時可以 將尾尾再夾曲 或者是做一些微曲的效果 日常呢 我覺得這一部 的Dyson S-Trade 對很多OL 或者是媽媽的來說 都是一個很方便 和省時間的一個方案 而且它操控也不是太麻煩 所以我都會推介 以往Dyson的價錢 都是一個比較luxury的價錢 它是3000-4000元 如果你是想家裡有一部 可以不用直接拉到頭髮 而做到直的效果 我覺得都可以考慮一下 因為它真的很帥 這個就是Dyson 幫我夾完的頭髮 好 最後這個項目 我們是要進廚房 進到廚房了 就是想分享一下 我家裡的咖啡機 我考慮了很久 買不買一部 即是可以 grind到咖啡邊的 一部 expresso machine 那之前就怕 家裡沒有位 但是後來我就下定決心 我家裡買一部咖啡機 這一部呢 是我的第二部咖啡機 但我覺得這一部咖啡機 對於一些 新手來說 是很值得去購買的 是我朋友 他用了很短時間之後 他養了給我的 我kind of 就是pre-love 去買了它 我之前呢 是有一部 Delonny的咖啡機 他都好用的 但是呢 他有幾個問題 用久了之後呢 我就覺得 咦 都是不夠 細的 那這一部呢 我覺得 我家居用來講 都算是全面 和簡單用的了 每天一起來 我吃完早餐 都會喝杯咖啡 那我就會自己沖咖啡 然後呢 出去喝那杯咖啡 我就會拿一個咖啡壺 一定一杯咖啡出去 那變成我出街 就省錢了 那你算一下 那我對喝咖啡 就比較要求高一點的 那我就 通常買開的 都是四十多元 摩檔四十元 一個月三十日 那你可以算一下 那你可以算一下 其實喝咖啡 是可以很貴的 那這部咖啡機 為什麼我這麼喜歡呢 那首先說一下 它的grinder 就是built-in 所以它有一個built-in grinder grinder 可以清潔 我覺得是一個 很basic的requirement 那第二呢 它就是有一個LED display 它也是可以打泡 做奶 跟著它後面的水箱 是有一個water filter 變相其實你過濾出來的水 再filter 喝的時候又更加放心 打開這裡是可以有個位 給你放更多的咖啡的濾氣 那些水流的時候 它也是有一個儲水位 那現在呢 我就簡單沖一杯咖啡 給大家看一下 那試試聲明一下 我沖咖啡 就沒有我的朋友 那樣 那些grinder 那些weight 那些 就調到很準的 因為你其實呢 你第一二轉調完之後 如果你喝開那隻咖啡豆 你也是可以保持著那個 我的setting就可以了 拉不到花 我示範完 拉花失敗了 我還很勤力這樣練 但我只是想說呢 就是這部咖啡機呢 雖然我拉不到回 但是呢 它也是真的沖到一杯 好好喝的咖啡 所以如果大家考慮買咖啡機 我會極力推介這部brevel 對於一些新手來說呢 是一部外觀英俊 而且是很實用的咖啡機來的 希望大家今天喜歡我的好物分享 那我希望我接下來都會再拍到一些化妝啊 護膚啊 穿衣啊 開箱的影片 我會再勤力一點的了 我們再見 比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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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的 比咖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